廣西空難的搜救行動 在昨天下午四點半左右 找到了失事搬機的語音記錄器 連夜送往北京來鑑定 搜救人員也發現了部分人體組織碎片 以及飛機殘骸 而除了解讀語音記錄器 調查人員將繼續搜尋黑盒子的另外一個部分 飛行數據記錄器 以還原整個事件的經過